同樣都是做帕魯球 1級和4級的手工手速對比 阿努比斯就是真正的手藝人版 如果有刷掉金色工作的詞條 再強化到四星效率就會更高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Anny 幻獸帕魯的祭典主要是依賴帕魯們來工作 提供各種各樣資源的 不同的帕魯 工作適應性 也就是工種是不同的 除去牧場 共計有11種不同的工作 遊戲的最初 當你擁有帕魯還很少的時候 會推薦大家去選擇工作種類較多較繁雜的帕魯 但是從遊戲的中期開始 就推薦去選擇工種較為專一的帕魯啦 來避免他們能者多勞到容易分心 沒有去到你想要他去的工作崗位 同樣的工種也有等級區分 最高是4級 工作效率會高很多很多哦 這部影片來分享每一種工作的最強打工人 已經要去哪邊捕捉到他們吧 那在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還有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手工作業 最推薦的就是阿努比斯啦 又帥又快 手工4 挖掘3 搬運2 手工4在製作大量的道具 例如帕魯球 箭矢 子彈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有明顯的不同 阿努比斯可以說是人手必須有一隻帕魯了 在野外阿努比斯有一隻BOSS的位置 在沙漠這邊 等級是47等 等級高 而且攻擊的招式是相當的痛 是比較難入手的一隻了 但是我們卻可以透過孵蛋的方式來輕鬆的取得 阿努比斯的配種攻勢非常的多 這邊就不一一列舉了 爸媽都在較為初期就可以捕捉到的呢 例如女黃蜂加極懸幼 王老爹加貓福怪 這些都是可以交配出來阿努比斯的 那這邊就來簡單的介紹一下如何交配孵蛋吧 在19等的時候 科技解鎖配種牧場 然後選擇兩隻爸媽帕魯 需要是一公一母 配種需要在牧場的箱子內放入蛋糕 他們才可以為愛鼓掌 蛋糕的製作配方是麵粉 莓果 牛奶 蛋和蜂蜜 我們可以來到地圖小型聚落 這邊有一位紅色衣服的商人 就可以購買到小麥 小麥種子 莓果 莓果種子 蛋和牛奶 在15級解鎖小麥圓和抹粉機 就可以生產出麵粉了 蜂蜜可以透過雞紗或者牧場放牧騎士風來獲得 牛奶可以雞紗或者放牧撥把牛來獲得 然後我們將做好的蛋糕 放進去配種木箱的箱子就好啦 這個箱子內的食物是不會倒計時的 一個蛋糕可以生出一顆蛋 我們需要將配種的帕魯父母 從中端機放入據點 然後將他們拿起來 在配種牧場放下 檢查一下有在鼓掌就可以等待啦 生出蛋之後 再拿去復蛋器就可以等待它孵化出來了 在沒有阿努比斯之前 手工也可以選擇密斯提亞 手工作業3級 採集1 搬運1 還有一個優點就是食量非常小 顏值也很高 密斯提亞有一隻野外固定的boss 在地圖的下方 等級是32等 不過它的孵蛋配方相當的簡單 只需要衝浪壓或者氣丸丸加盧米爾 配對就可以生出密斯提亞的蛋啦 所以遊戲的前期就可以孵一顆蛋 浇水的工作推薦碧海龍 是在前期就可以捕捉到的帕魯 它的浇水能力是3級單一工種 足夠以用到遊戲的後期了 在新手地區 這個位置有一隻野生的碧海龍 只有17等 這有一片是潛水灣 我們是可以站著打的 野外的boss每次打完 需要等待一個小時就會重生 那碧海龍也有非boss 每次小隻的栖息在地圖下方的小島 想要4級浇水的話是附海龍 他也是單一的工種 野外有兩隻boss附海龍 分別在目前這兩個位置 不過等級都偏高 捕捉起來會相對的困難一些 另外附海龍也有附彈的攻勢 女黃蜂加佩克龍的方法 應該會比較容易實現一點 挖掘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了 初期中期的石頭 金屬都非常依賴挖掘 我會根據遊戲的初中後期 推薦給大家幾隻不同的挖掘帕魯 初期可以選擇趴趴脸 挖掘能力有2級 同時也會搬運 在新手區 上方右側的小島 有一隻野生的固定boss 等級是14等 所以前期就可以來捉他了 非boss 小隻的趴趴脸 這邊是他的棲息地 小島下方的沙漠 這邊有很多隻 要注意 沙漠需要準備 耐寒耐熱2種藝裝 來應對白天和夜晚 另外 在火山下方的一圈 也是可以找到他的 另一隻挖掘弓 推薦熔岩獸 挖掘同樣有3級 同時還有生火3級 如果是放在金屬礦場的據點 在挖掘到金屬礦室之後 是需要投入熔爐 噴火來煉製金屬錠的 熔岩獸剛好會的就是這2種工作啦 給大家看一下熔岩獸的棲息地 主要是生活在火山地帶 應該是走一走到處都可以遇到的 野生的等級大概在35等左右 如果你和我們一樣 是有一個礦場的據點 沒有手工工作台分心的話 則可以放一隻阿努比斯 3級的採礦 2級的搬運效率也是非常的快 如果到了遊戲的最後期 最好的礦工應該是炎黃 挖掘4 神火3 算是升級版本的熔岩獸 但是它的等級非常的高 火山這邊有一隻野外的boss 另一隻畢業的礦工是魔淵龍 4級的挖掘 它還有一大優點就是晚上不睡覺 但是它的捕捉地點在地圖的最右上角 也是很後期才可以去到的地方 最後簡單講一下之前我們在用的碎岩龜 它也是單一工種3級的挖掘 賺起來打礦石蠻快的 但是很容易偷懶休息吃東西 所以在前期過路之後就換掉它吧 接著我們繼續介紹生火的工作 熔爐炼製金屬錠這類生火的工作 是只有帕魯可以做的 玩家不可以 依舊是最推薦剛剛提到的熔岩獸 因為它也相對容易捕捉到 生火3級 挖掘3級 氣息地是在火山地區 另一隻生火3級的可以選擇碎火鳥 生火3級 搬運3級 可以根據你的据點有沒有足夠的搬運功 來決定是否選它 它的氣息地是在火山下方一圈 要找一下在飛著的可能就是它囉 如果想要生火4級的話 只有一隻是藤岩龍 它在地圖左上的第二精烈區 注意這邊有防衛隊會通緝你 野生的藤岩龍等級大概在40多 可以留到後期再和朋友一起來捕捉 伐木和搬運的工作放到一起來介紹 因為很多隻帕魯都是同時會這兩種工作的 較為前期可以容易捕捉的選擇夜胖達 伐木播種2 搬運3 夜胖達的氣息地在這邊 這裡傳送過來到處都可以遇到它 優勢就是很容易可以捕捉到 再一個推薦浪刃武士 伐木3 搬運2 它的氣息地在火山靠下的位置 這邊會有野生的武士 但如果前期過不去火山那邊的話 可以透過孵蛋的方式 有非常簡單的攻勢 魯密爾加疾風笋就可以生出浪刃武士啦 另一隻凱格莉絲也很不錯 伐木和搬運都是3級 比前兩隻都要高 在這個位置有一隻30級的boss可以打 最強的伐木加搬運應該是 白熔雪怪和綠胎熔怪 伐木3級 搬運4級 白熔雪怪在這邊的雪地 綠胎熔怪則是要去到左側的盡獵區 不過它們的食量很大 可以留意一下哦 冷卻的工作 主要是負責據點內的冰箱 推薦吹雪壺冷卻2級 主要原因它是單一工種只會冷卻 放置冰箱的據點通常都還有其他的工作崗位 就不用擔心它會跑去做其他的工作了 樣子也十分可愛 它的棲息地在雪山這邊 冷卻最高有4級的是幻冬獸 也是單一的工種 不過它是50級的野外BOSS 在地圖左上角的動圖區域 可以到遊戲的非常後期再去捕捉 採集的工作 推薦踏春兔 手工和採集都是3級 也會搬運 有一隻野外BOSS 位置在這邊 等級是35 如果在前期35打不太過的話 則是可以透過孵蛋的方式 棉幽幽加七麻王就可以生出塔春兔啦 如果想要單一只會採集工種的 則是空窩龍 採集3級 在火山這邊有一隻50等的BOSS 也是要等到後期再來捕捉 播種的工作推薦的是蓮里龍 他是單一工種只會播種3級 七級的範圍也比較容易抵達 在這些地方都是可以遇到他 等級不會太高應該可以捕捉到 製藥的工作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據點內經常會遇到帕魯們生病 就需要吃藥 推薦單一只會製藥3級的夜幕魔符 在新手島這裡有一隻23級的BOSS 早期就可以過來捕捉到了 發電的工作 推薦派克龍 發電有3級 在野外這個位置有一隻31級的 派克龍BOSS可以抓 最後一個工種 放牧 加出牧場則是需要根據你要的素材 不把牛產出牛奶 騎士風產出蜂蜜 皮皮機產出蛋 綿油油產出羊毛 那以上就是我推薦的打工仔們啦 推薦嘛 勢必還是會有一些個人主觀因素的 遊戲中這麼多可愛的帕魯 選擇你喜歡的才是最重要的 畢竟很多時候可愛帥氣就是正義 那也歡迎大家在留言分享 你推薦和喜歡的帕魯給其他人哦 如果想要收看更多關於幻獸帕魯的影片 請記得要按個訂閱 也不要忘記幫我底下喜歡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y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Bye Bye